昨天知名娱乐记者张小涵在会漫画又爆出一个大瓜 在漫画里,一位以演都市剧出名的知名女明星 与某个已婚的有钱的大老板 在海南三亚的某顶级酒店内 在进行秘密的优惠 在优惠过程中,该富商突然家中遇到几事 他需要提前结束这场聚会,赶回家里 这让那个女明星极度不满,非常生气 这个大老板为了让女星开心 慷慨简单,给他购买了一个价值1000万元的项链 这才让这个女明星破提而笑 据桑亚这个顶级酒店的工作人员说 这位富豪是这个酒店的常客 他每年都会在这里度假 带着他也是女明星的媳妇 还有孩子在此住上两个星期 这次该老板却没有带老婆孩子过来 和他一起来度假的却是这个女明星 他和女明星所住的房间 就是之前他和老婆所住的房间 估计这次和他一起来的女明星 不知道这是他和媳妇常住的那一间房 不然他不可能住进那套房子 张小航在漫画中还夸赞这个女明星 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每天给这个富豪熬汤煮放 很像一个贤惠温热的小媳妇 按说这个女明星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有钱的大老板是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让人不理解 知丧当丧也不会这么明目长胆吧 张小航的漫画发表之后 立马掀起了轩然大波 网友们最关心的还是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而那个富城的妻子又是谁 根据张小航漫画中的细节 网友们发现 这个知性女明星应该是江书颖 富豪是于东 于东是女明星 金乔乔的老公 漫画中的那朵花和今年6月份 江书颖在三亚度假时的照片上 头上所带的那朵花没有两样 今年7月 江书颖还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过 她自己佩戴名贵项链 耳环手表时的照片 所以网友们认为 那个女明星就是江书颖 漫画中的富商的夫人 有着一头红色的短发 而金乔乔在不久之前曾经去过三亚 那个时候她就留着这样的发型 这样一来 那个有钱的大老板 就是金乔乔的新任老公于东了 对此 不少网友到江书颖的 个人社交平台上留言 追问她是不是那个知性女明星 对此江书颖不屑一顾 不理不睬 而且之后 江书颖工作室 还更新了一条动态 是为新剧打勾的 对于上述传闻 其工作室同样辞职不理 可能江书颖方面认为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不值得回应 据了解 江书颖和于东从来就没有过合作 但江书颖的很多粉丝却很着急 要求其工作室赶快辟谣 要保护好江书颖的名声 与江书颖的无动于衷相比 金乔乔可是相当惩不住气 当天晚上 她就在微博上发布动态 强烈抗议 谣言止于智者 有空多看电影 接着 金乔乔开始和网友们互动交流 她说了很多情绪激动的话 如网络上充斥着层出不穷的各种假新闻 还说现在的网络真的是无烟涨气 营小号为了拨眼球 拨点击量各种胡编乱造 各种捏糟事实 为了钱真的 就可以昧着良心下笔 她还对指责她的网友怼上了 传播谣言 弄不好也是要吃官司 当事人于东却眼不发 但是这个于东却是有前科的 于东1971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家庭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业务员 能说会到 后来见到南京电影公司总经理的女儿 张黎璐 漂亮有才华 就挖空心思把她追到了手 1999年 于东注册了博纳电影公司 当了老板 妻子全家给了她很多帮助 但是男人有钱就变坏 后来于东出轨 抛弃了张黎璐 2010年于东和张黎璐离婚 2012年于东娶了金乔乔 但金乔乔却不承认自己是当年的小三 还说谁打到那个小三 他给100万元奖励 之后金乔乔给于东先后 生下了一儿一女 但在这个时期 于东出轨的消息一直不断 2014年 就是于东和金乔乔结婚的当年 在5月29日搜狐网上就爆出于东背叛运气 私会柳言一事被揭 2016年11月25日 爱奇艺上又有这样的视频 以金乔乔老公于东与神秘女亲密合影曝光 2020年5月30日 激光视频再爆出出轨队想超越 以金乔乔老公于东和神秘女郎私会 从这个方面来说 于东是有出轨的可能的 真相具体如何 我们近代结果就是 江树颖大家都不陌生 能力和外在形象都很不错 如到很多年的她 在圈内也拥有着很高的地位 她虽然算不上是女生级别的人物 起码还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 她的身材鲜瘦 拥有着精致的五官 走到哪里 迎来的都是好评的声音 江树颖在生活中 经常拍摄写真大片 每次都能吸引粉丝们的关注 迎来不同的评论 只是以往的评价都是说好话 这一次的评论区却翻了车 网上的娱乐博主 就曾晒出过江树颖的写真大片 以往是长发形象的她 这一次并不是披散头发的模样 而是扎起了头发 浑石上下都不是以往的性感 改为运动风格 穿着运动服装的她 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又利落 就像是一个23岁的少女一样 充满着活力和朝气 她蹲在地上身材饱满傲人 只是仔细的放大图片查看 有点像假人 好多人都怀疑她的身材 真有这么完美吗 她上半身穿着的是黑色运动款的露体 搭配黑色鲨鱼裤 穿着淡紫色运动外套 穿衣风格也是清爽风 浑石上下都散发着火力 并且气场也显得很强 总体来讲运动造型还是很美的 江苏颖身为一位女明星 平日里就没少拍摄大片 拍照对她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 动作十分专业 她蹲在地上 拍照一只脚朝着镜头屈身 另一只脚支撑在原地 这样的姿势显得腿部又长又纤细 只不过是身材显得有点饱满 和以往的写真大片相比较来看 有着很大的反差 也难怪会有人说她的身材不真实 运动写真晒出后 身材便成为热议的话题 还有网友表示 优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毕竟江苏颖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 腿部显得又长又纤细 一点没有真实的模样 明明是一个好的摆拍姿势 结果喧闹的被人吐槽 光是看这组写真大片来看 估计她是得罪了修图师 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 写真大片中的身材 的确和以往有着很大的反差 修图是正确的 明星们就必须要展现出 光鲜亮丽的一面来 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给大家 拍摄照片难免会有一些缺陷 后期修图就可以改变这种缺陷 只是身材和以往不同 反而会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差距 站立的时候身材状态还是很正常 蹲下就不是一个人了 这次算是吃了修图的亏 近日某服装品牌 官宣女星江淑颖 成为中国区代言人 并发布一组写真大片 照片中江淑颖身穿牛仔短裙 妆容淡雅 不过引人注意的是 她的身形似乎过于清楚 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纤细 对此粉丝们纷纷喊话 老婆多吃点 江淑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004级表演系本科班 2005年出演首部电视剧 飞花如蝶 女主角金凤儿出道 2013年在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出演校园女神 今晚得到广放光注 之后又通过一波二组 好先生和三十而已 活跃在观众视野 就在6月23日她的新剧 女士的法则刚刚杀青 没过几天又仅欢乐送的剧组拍戏 看来江淑颖一直在专注工作 为提升自己而努力了 其实就在前几天 就有网友路透江淑颖拍戏照片了 并且其在片场手指 网友要求别拍的事情 也引起了众多争议 有人吐槽江淑颖小题大作 太过冷漠了 有的网友则表示 毕竟有关个人隐私可以理解 但无论情况究竟如何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事情 江淑颖今年一直都在忙着拍戏 之前和彭玉畅 刘敏涛等人 合作拍戏 现在又拿下欢乐送三的女主 看来 措施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之后 江淑颖仍然手握不少优质资源 接连拍了多部优秀电视剧班底的作品 希望她继续努力 在事业上可以更进一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